潘兆聰 恐怖在戰 這位朋友叫做Joker Joker在多少年前上來? 三四年前 當時還在人夫那邊 那你先說一下以前上來人夫 你說有件事可以再說一下 那一次上來的時候 都沒有人說過 廁所是哪一格會有廁所高 沒有說過嗎?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是第一個聽眾上來 你真的是第一個? 沒有理由 很多聽眾 即是很久已經邀請聽眾上來? 那些是你全是自己家的朋友 本身聽眾是 我們是一個人 真的嗎? 所以你不知道我們一直說廁所 那個人夫的廁所 對 我不知道哪一格 那時候我一天去廁所 去完廁所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格就有人在 關了嗎? 對 關了 當我想推廁那一刻 你剛進來問有沒有 然後我旁邊就聽到一句 嘶 是嗎? 那我當然跟他說沒有 難道我說有嗎? 只聽到那些嘶 你不要說的 對 是嗎? 但你見不到的嗎? 見不到的 很明顯聽到一句 因為那個門我還沒有推開 完全是 OK 好了 今晚想說一件事 延續你以前在將軍澳 什麼事? 那時候這間房子 就說過有個女生 也試過被她推掉了 因為我一次扔垃圾 聽到她不該謝謝 我沒有理會她 就被她推掉了 那麼多年了 就近這幾個月 才跟我的家人說 原來說 好奇特的 那時候我已經中三 一個中三的人 不會突然去新屋的時候 很喜歡站在窗台 拆了窗戶 站在窗戶 幹什麼? Kindle 站在看書 或者坐在窗戶看書 即是很喜歡在窗戶 對 這件事我都沒有跟家人說過 然後現在談 原來說 我家人有經過 會看到窗戶 有個白色裙的女生站在 就是那個窗戶 那他們 看到有個白色裙的女生 他們沒有說 為什麼不說?這麼恐怖 我家人有些人完全不說這些 即是不信還是什麼? 他們信的 但不會提 即是我說開她就不會提 那有多少個見過? 是一個 我爸爸媽媽媽也見過 Dandy媽媽媽也見過? 是 那他們不會覺得影響你 他們不會覺得有東西 但你每天就走到窗戶 他們不知道 什麼?他見到 他見到 他見到有人站在那裡 但他不知道我站在窗戶 他不知道你站在窗戶 即是你站在窗戶的時候 他們是看不到的? 是 如果不是你覺得怎樣? 有機會推下去嗎? 不知道 但當我賣這層樓的時候 其實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但整個區都說我現在是空窄 為什麼? 不知道 整個區? 這麼多間地產都說是 好了 你可以說說近哪裡 將軍澳遇明園 遇明園 遇什麼國 為什麼他們說你是空窄? 不知道 沒有人肯說 沒有人肯說? 不會的 如果真的發生過事的話 其實沒理由不說 就是沒有人肯說 但是賣得很難才能賣得到 很難賣 每個人上來看都是空窄 即是在那裡見過東西嗎? 嗯 不知道 我就見過不少了 嗯 但可能會這樣 有時候的空窄 你會不會說所有發生過的事情 都會有機會是白紙黑字 印到一個空窄網 絕對不是 因為已經是十多年前 那時候的資訊也沒有那麼發達 或者大家傳重這些事情 也沒有那麼多 如果你家裡的事件 是沒有經過記者 或者不需要報警 就載走了一句話 其實就不會知道 不過我聽家人說 上一手住 就是爸爸媽媽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但是他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見過一個女兒 那為什麼? 什麼意思? 即是全家人都好 就算簽都沒有見過一個女兒 那女兒可能出去了玩 不止 OK 好了 開始做一件新事了 尖沙咀 大家應該都挺想聽的地方 就先說這個吧 J.D. Moore OK 好了 知道就知道 是不是? 加利大廈前身 那時候我是第一批 重建之後在那裏做戲的人 即是說沒多久之後 完成整個工程之後 真的用這個名字去營業的時候 你做什麼? 那時候有一間酒樓請大俠拍車 我在那裏做 哦 即是五樓嗎? 好像是五樓 好像是五樓 我忘了是五樓還是四樓 總之是宅舖樓上 是的 宅舖樓上 一進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很大 其實只有一個出入口 轉右已經是廁所 我們下去玩 一定沒有人下去 只有我們下去 幾點? 都很晚了 我們那時候開工時 六點至晚上十二點 有時我們幾點都還在那裏 有時甚至 留了東西 會敲門回到上面拿 是的 只有我們下去的時候 那個廁所 竟然有人去廁所 鎖了門 嗯 但我們全部人都在那裏 其實有沒有人還沒走 沒有人下去 只有我們下去 只有你下去的 肯定 肯定 因為門口有木 鎖住鎖 鎖是我們 哦 即是你們才能用到的廁所 但通常都不會用的 不用的 都會用的 其實很乾淨 看上去是很乾淨 很光亮 那怎樣 聽到 聽到人去廁所 有腳步聲 甚至是鎖住門 不讓我們進入 即是大門是不可以進入 廁所大門鎖住 不可以進入 那怎樣 要敲門 都不可以進入 那怎樣 爆門 不爆它 明知道什麼環境都會走 是嗎 即是多的 這些情況 情況多的 都多的 有沒有真的出現過 即是看到 雖然那些東西 但同事就見過的話 我就 我自己沒見過 他們怎樣 他們有時候會走上去 現在二樓 是不是二樓 有個銀行跪圓機 那時候那裡還是爛地 地盤位置 讓他們到處走 他們經常抓女朋友上去玩 我不知道他們玩什麼 自己想 他們說見過 也有試過搭電梯上去 店舖全部都還沒開 但是第一批 但樓上那些是什麼 當時還沒有租 當時還沒有租 完全是 全吉的 全吉的 上去可以玩足以恩 玩為功都可以 可能給你的 當然 我們經常都說 廁所那裡是最厲害的 但是事實上 的確 我做的時候 齋普也好 外面的廁所也好 真的很乾淨 沒有東西的 你意思是什麼乾淨 打水也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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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光猛 但是我們很多高靈人士 甚至乎現在 都說我們沒多久之前去齋普做過 晚宴 網聚 其實他們都說很厲害 那個廁所 以前那時候 我跟齋普老闆 其實都很熟 他們那時候都說沒有東西 同事都說沒有東西 自己私大廈聊天 連安裝都說沒有東西 但現在不知為什麼 我們那次聽到說有的 他們跟我說有的 其實都是不少的 倒垃圾 那些全部聊天都說沒有 那時候是地牢比較恐怖 不斷讓你進去 是的 還有偶爾有人在下面走來走去 踢到東西 撞到東西的聲音 但下面其實什麼都沒有 嗯 可能剛剛怎麼說 你們進駐下去的時候 人氣都不夠 他們那個力量更大 他們還在的時候 變成你們不夠力量 我想現在可能好很多 其實這樣說 樓下那個位置 而且至於人氣是比較旺盛的 沒有至於去到現在 就是當時的環境這麼嚴重 當時真的完全沒有人路程 酒樓又好 齋鋪生意都沒有 但是你們那間酒樓 有沒有拜神的呢 齋鋪呢 你知道他們有神像的 是的 他們可能播放一下佛機 那些什麼 有機會幫忙超渡一下 上面那間酒樓 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看他們好像什麼都沒有做 什麼都沒有 但是生意是怎樣的 那時候 好的 當然好 你知道什麼人開才行的 不知道 好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的了 是啊 這個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那如果你想看到一個小時 免費節目的說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答八個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業Hotbase 都可以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大概一個小時的免費節目 但是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就是30元 而視像就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只要你加多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即下載 立即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